渣甸坊 這裏在炒香栗子 這裏是銅鑼灣站的F1出口 我旁邊是黃金廣場 前面就是超多人過馬路的SOGO門口 搖和街 這裏是渣甸街 先調整一下照片角度 開始走 好難啊 東紅布格 这里上车是启超道,不过我要转进渣丁坊 渣丁坊其实是排档 大红之前确实已经拍过一次,不过那段片后没有解述和讲述 可能这次再走一次 非常逼劫 这次再来点火 更加高峰 大红险 一边,一边,一边,一边 一边,一边一边 一边,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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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 超級多人,超級窄 超級窄 回到這裏,見到這裏已生日泡 關了鋪,亦都意味著好遠一點 這裏就有一堆食屎 前面還有一節 先讓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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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再點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這裏有個街市 叫做燈籠州街市 後面這裏還有少量的排檔 不過這裏是街市一部份 出了這裏,這裏是渣天街 看一看要渣天方的路牌 進去多走一個圈 這裏是渣天街的路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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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有條巷 有個食屎 走旁邊 這裏是渣天街的路牌 這裏是吃牛雜的 這裏是渣天街的路牌 這裏有間餐廳 像是日式餐廳 有間商店 這裏是茶餐廳 這裏是茶餐廳 留意到這裏上面有個叫利法商場 不知道有些什麼 不過今天不探索了 這裏繼續是排檔 都是葡萄鐵為主 嘗試這間橫影 這部分就沒有店舖 就走快一點 有人在這裏扮鬼 其實就來過兩天就Halloween了 今天星期五 有人提前慶祝都是正常的 好 繼續走這個餐廳房 走到旁邊這裏 留意到這裏有間餐廳 有間餐廳房 正常被遮蓋著 剛才看到是吃酸菜魚 麻辣沙鍋 这个位置其实也有些商品掛出来的 旁边也有些店铺 看看 日本冊子 日本书 上面还有一层 这么有趣?别有洞天 不是开玩笑 原来是欣平道 原来刚才那个是欣平中心 原来是欣平的 屈臣市 有些都在 挺有趣的 先穿回来 我说得先 超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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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了,證實了後面是否可以走的 至於這個利法商場有些甚麼呢? 試一下新餐廳 新餐廳? 對呀,新餐廳 這裏是新餐廳 OK 可以試一下 不知道好不好吃呢? 改餐廳為主 這裡也有很多吉套 這裏很窄很小 所以非常難拍 不好意思,拍得很差 這裏是廁所來的一邊 這是廁所來的一邊 這裏是廁所來的 不知道是不是哪裏呢? 這裏是廁所來的 這裏是廁所來的 最高的那裏 這裏是廁所來的 結論是這裏 這裏是個死到無法再死的場 真是 十三米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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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